我看这边年龄啊 差了9岁 嗯 应该说是一个这个 呃 怎么说的 有点像哥哥哥哥跟弟弟的那种感觉啊 望年娇对 望年娇吃的夸张了一点啊 吃的夸张一点 你说ping跟这个fly 望年娇 我还还能稍微接受一点啊 这样的话 这两位选手 我们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一位是我们中国最最刚猛的这个手术选手fly 那另外一边是最最 呃 操作最最犀利的优力权是120 他们之前的比赛啊 应该说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016年啊 16年 左右的比赛 尤其是黄金连赛几次来的交手 以及一些大赛之中的四强左右的一些交手啊 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呃 我们也是先看一下这场的一个双方的bb图的一个情况 我们还是先回到这场这边的话 第一张体图是来到了CH CH的话 在之前也是另 呃 也是给我们展示了 去用这个 自爆蝙蝠 然后蝙蝠去打 120的一套教程啊 可以说是效果非常不错 也是看一下fly这边会不会使用啊 后面的将是fly的一个贝者图TS 啊 另外一边将是120的贝者图 lr fly这边贝者图选择的TS啊 还是费有深意的 呃 可能会有一手 假如啊 假如打到这张图啊 可能会有时候小外加大屁股的一个组合 啊 这边120选择lr 这也是ud的一个常规地图 但是本质上来说 这张图 呃 又低 你硬要说有什么太大便宜 可这样啊 还真谈不上 只能说相对其他图来说要好一些 英国怎么说呢 lr这张图的话 其实也非常适合呃 呃 受阻三英雄的发育 一旦发育到后面啊 你说哪边的英雄强 还真说不好呃 只能说相对要好一些吧 这样的话 这也是一个呃 地图的一个情况 当然 当然 其实对于这两个选手来说 呃 这样比赛的一个胜负啊 也还是非常关键 赢的一方将会去迎战到这样的一个 呃 happy 一个 好 咦 稍等一下 好 这样的话 呃 两边的地上地图是来到CH 这张图我们 其实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 这张图从最开始的 情况一直到现在 一直一直有变化的啊 最开始我们开始 主流的点是争夺中间的黑胖 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娃爷用妖术 呃 去这个 集散黑胖的这个方式 我们还是很惊艳 然后之后又加入飞龙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现在又加入燃油蝙蝠这个点 可以说 其实这个图的一个变化 呃 整个战术的变化 一些 选手的理解这方面还是非常丰富的 好 这样比赛的话 我们也是正式的进入到这个 BU3的一个对抗之中 120对上FLY 我们来看一下 右边方的 就是蓝色的 最终的FLY 100 然后左边方 最终的位置是 红色的亡灵 对 120 是的 这边的话 120是一个狗开 这可能是要速矿了 120在CG上是使用过很多次的速矿 为什么它有这样用呢 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这张图上 首先第一时间啊 受阻来侦查的可能也不大 然后本质上 本身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距离啊 也其实还是蛮远的 就是 受阻的 对 受阻的阻矿离自己的分矿 不算太近啊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之前有几次啊 都是跟Ling这样打过 但是 跟Ling打的这个过程啊 Ling每次都会拍一个大击过来看 然后就是三分钟进去 因为这个打法 一旦被大击看到了 基本上就 可以选择直接投了 看它的一个手法 一种会是 好 这边的话也是关注一下Ling的手法 应该还是DK的 可能也更大一点 打到这个 诶 还是恐惧 这边选择 好的 用恐惧去速矿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打法 这个恐惧速矿的话 就是 他们说就是一般的 职业玩家是不会用你的恐惧的 因为它的一个 可真 就是很容易被针对 对 但是关键是 你有没有针对到我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点 就 Fly前期会不会去侦查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侦查一下你的一个分矿 是 像以前之前啊 Ling跟120打过几次啊 都会第一时间有大忌去过去看一眼 120的分矿 然后只要看见了 基本上就三分钟内 就可以带走对方了 但是关键是Fly会不会这么去做 但是Fly这场是使用了先知 主的先知 先知的话 如果他不去炼击吹Sara的话 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 这场的先知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点要炼击 还是直接去找对方麻烦 这边的话 其实现在是选择炼击 那这样的话 呃第一组的炼断啊 这个疯狂应该是可以炼掉 但是炼了之后 能不能守住是一个问题 肯定先知有两只狼 这两只狼的前进战斗 非常强 嗯 我以为他要分一个大队 看一下 越不回头 然后就被网住了 对 这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 神之在念这个点 目前的话 还是没有做任何侦查 120的计划已经是 隔成了一半 隔成了一半 嗯 看一下下一步 这边应该是一个正常往这边走啊 去抓对方下面411的小点 这边应该是一个正常往这边走啊 去抓对方下面411的小点 这个鱼人点位 这样的话分框是成功的 能把塔造起来 只要 只要这根塔能造起来 什么都OK 好 这边的话应该是能把三级怪收掉 收掉以后两级 但是先知能不能走 不好说 大字黑者先知的 而且有狼 能不能点一只先知 这里的话走不出去 哎 这边下面是走出去了 这里的话 这个小动物 似乎 哎 还是破不了口 还是破不了口 那这边来走 可能要将自己的提名 这就是为什么120打回来 不用这样的打法 他可能就散到了 回来这场 侦察的可能不打 嗯 肯定这样的打法用了 五次都没赢 嗯 一定每次去侦察一下 那么 这个开局啊 应该是120非常的看到了 但是啊 要注意一点 别人的科技很快 这样的话看一下 中期会不会选择 一个TC飞龙的一个打法 哎 应对对方的狗 没办法处理那些飞龙 然后 TC的话 踩这个狗 的话是非常的凶 是的 这边的话 先知买了个单船 然后这边是找到对方麻烦 这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分框的现在情况 其实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分框 才刚刚造啊 刚刚造 这个 这个 是 UD这个种族的素框的能力 讲道理不算强 不算强 就是因为这个点 你先记得木头啊 你狗这个单位是踩木的 就踩木需要狗去参与 你一旦狗去作战之后 你的踩木效率肯定低 但是前期你这种开放打法 本身的号目还是蛮高的 好 这里的话我们看一下 呃 有一个幻象 这边是一个卡位 卡位想杀这个 诶 这里 还想围 还想围 这个 不好 再睡 但是有单船的 这一波 差不多可以了 差不多可以了 而且这个 给围住也杀不掉啊 给围住也杀不掉啊 如果大技数量多了以后啊 哎 哎 这个大技大技是维数了 但是能不能杀掉 这里的话有加速的可以加速走 加速开吗 好的加速很漂亮 这波战损赚了不少 战损还是赚了不少 看到先知已经是三级了 本来这个狼的操作还是很到位的 另外一边是一个双逼的狼旗 然后加掠夺的一个跑狼旗大法 其实也不能讲跑狼旗 是一个纯粹的拆 因为你的拆架了 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跑 对 前面就打中期的一个强势机 在你的恐惧 我们试试看到这个恐惧 他本身的防守能力不在下 他没有冲击波的 他没有学普通风神 所以他的防守能力还是比较一般 在面对对方大量狼旗的时候 想纯粹靠催眠这个技能 去控制对方狼旗的一个输出还是比较困难的 那这边恐惧阿迪是学的 学的一个关怀 我们看到啊 这边是一个学的关怀 这里的话 学的一个关怀 诶 这里想要抓这波炼击 往上走 我们的话看一下弗莱的一个走向 要去拆什么 拆对方的 呃这个bc 有踩地板 有踩地板 对 关键现在有狼旗啊 可以不停的去赚这个战损 这边有加速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诶 这边睡了一只狼 是不是点错了 一脚地板 第二个狼旗过来 这一波啊 呃 只能硬打 只能硬打 但是这一波的 这个战斗力明显是一个 受制更加强 有踩地板 而且有足够的空 有足够的一个操作空间 诶 这里的话 弗莱插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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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插 不过这一波的话 tc想要踩 在踩的关键时候 就给了 对面 诶 这个踩地板 踩的稍微随意了一点 不过这两只狗 踩到了两只狗 然后再踩一波 对 不过120这一波 也打得非常不错啊 他是把对方 围住了对方的一个tc tc这边能不能升级 升级以后有一脚地板的 能不能升级呢 就这么一点点信任值 打得出来吗 杀一个单位 哪怕是一个骷髅都好的 还是要去杀对方 诶 这边在杀恐惧 为什么不杀一个单位呢 我这边的tc还是成功的破口而出 这边还在柯位 有一脚地板 这一波的 有一脚地板 要不要踩 要踩 这边的话 诶 狼奇操作 很漂亮 诶 有踩地板的 这边的话 诶 狼奇操作 但是有机会 杀对方的一个恐惧 恐惧这边往上走 狼奇再给一遍 哇 诶 踩 还是成功的际上 没有踩 直接点掉了 看到恐惧是有一个单船 但是这个单船 他可能前世想去 手机架里 来招扰 不过现在这一波 其实也差不多了 看到这个 呃 120点 深塔的位置 非常不错 这边有脚地板 但是这边的加速 我们看到已经用过了 tc是没有加速的 走不掉 这一波似乎有点 要送回去 不过这边tc还是成功的走得出来 还是活了下来 这个狼奇 不停的操作 这一波我们看到 这个fly的战损 是赚得非常的大 但是 其实120这边也 暂时还是亏得起的 因为他有双炮 我只要能憋到 我的三本成型 这个狂狗能生好了 他这个 呃 让架子比较轻松的 我现在对于120 那时候就是 怎么去拖 但是狗的命都不拖 现在这个局势 似乎有点拖不住 狗死的有点太快了 呃 tc的 我一下就到三了 等会三级的凯迪吧 诶 不过这个tc 操作有点失误 这个tc小心一点 这个tc 这边的话 狗全是残血的 让你这边的话 再拼命的 去抢救自己的一个 器材 想要把自己的一个 剧啊 拖出来 这个的话也杀了不少狼奇 的话狼奇 就是海国了 100 好 这一招地板 这边的话狼奇说实话 死的也很多 也很多 狼奇的话 这边死的 是的 是的 杨林这边只有20人口 有20人口 杨林这边的话 还在拼命的去拖自己的三本 哇 这波 弗莱打得非常的凶啊 非常的凶 其实我们看下 对 其实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杨林的分框 如果当时转头来打这个分框 这分框找没了 分框就一根冰卡 是的 这边的话 对 这边先制也是单纯回去 买一下自己的药膏 其实这边再等一下这个药膏补给一下之后啊 看一下要不要对分框发起一波冲击 但是我们说了半天有一点啊 因为它是有双框的 它这个狗性价比很高 因为只要三本一号狂狗一升 这个狗基本上上我了 就不是很怕你这个狼奇了 关键是这个有钱 所以这个人口报道很快 不过 就在这个节点 可能这个分框又掉 哇 这一波狼奇出来很多啊 我记得这个狼奇 但是这个TC也有三角的TC也有 比较有危险 是的 这个分框是完全没法守 可能是很放弃 这边也没有回程的 但是我们看到是一根塔 现在两根的 我跟他在狼奇面想 更多狼奇面想 更多狼奇面想都可以 对 更多狼奇面想 还是据了略阻 成功的拆掉 结果的话 最邀请难受人口也 就是 差不多 从那个上来 players force 伐木枝 这个方法 这边黄狗有生好吗 现在生好了吧 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没钱啊 现在想要买个斧球都买不起 可是家里面 这个两个bc里面这么多狗啊 能不能取消一下呢 能不能取消一下呢 两只狗 而且还卡了人口 对 因为就是你卡了人口了 现在点在里面也没用啊 取消了以后可以直接买个球子 这波的话 强拆这个bc 本来以为这个bc在升级狂狗 这波也是有点上头 没有保命道具的 小心一点啊 孔雀这边是有大无敌的 不是很慌 不是很慌 大无敌可以顶 本来这波真的上头 真的上头 狂狗啊 要强杀这个tc吗 这tc要被直接的强杀 这波不赖啊 恐惧为什么往下走呢 我们现在如果能往上走啊 单纯 诶 这个恐惧真是骗自己啊 回来 呃 要你这波也是完事了 这边的话 能不能把这个tc杀了 tc 呃呦 最后一下 最后一下 tc 攻击fly 这边tc 暂时领陷于这边120 在最后这一下是给自己争取到了机会 应该说是fly的上头啊 给到对方机会 但是120自己这边的恐惧的走位啊 真的是很成问题 顶上大无敌以后啊 他是没有往下走 而是往下走 呃 最后直接是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恐惧保下来 而且刚才最后也是事物有点多 他明明是可以买到辅球 他两个狗是出不来 没有取消 呃 如果能取消买到辅球啊 可能这个局面 最后那一波 呃 应该是能把这个tc杀掉的 你辅球只要打上一下 这个伤害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以说这场比赛120在最后这一下 应该说是出了很大的一个 一些一个失误吧 然后在前期的这个开框上面倒算是比较成功 但是在中期的守框这一块啊 守的倒不算成功 倒不算成功 但是只能说还可以 最关键的还是那一波的这个 呃 尤其最后一波 应该说是 已经是给到翻盘机会了 fly是给到翻盘机会 但是这边120并没有把握住 也是稍微的可惜 后来这边也是暂时一边 应先 下场也是来到120的byte图 LR LR的话则相对来说对于120 120在这个c区上已经用了好几次的这个 一本开框啊 呃 不过效果都很一般 不管是开出来还是没有开出来 效果都很一般 对于120来说还是要 呃 重新思考一下在 c区上的一些战术打法 好 我们也是正式进入到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地图也是来到了LR fly对上120 右上方一点的位置是蓝色的兽足 fly百分百 左下方七点的位置是红色的 亡灵120 是 120还是延续了自己的传统啊 玩蛇又地啊 真的是玩蛇又地 但是好像这又是个狗的狗流的开局吗 嗯 还是一个狗流开 还是个狗流开 其实有些时候啊 有些时候选手一些新鲜的打法 我倒是比较赞 呃 比较是一个鼓励的态度 支持的态度 但是有个有个换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旦这些打法用习惯以后啊 你再去用原始的一些你更加上升的打法的时候啊 可能就回不去了 你的这种心态啊 以及这种对于比赛的理解啊 很容易被带偏 真的是很容易被带偏 120跟happy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 就120在很多比赛之中啊 还是打的要随意一些 happy的就相对来说 在这里这一点上 要显得更加的职业一点 他不会说去不管 他只要这个比赛参加了 他肯定是会很真正的打完 这是happy值得我们去学习 以及尊重的一个点 120在这个点上就显得 就是不管什么比赛 对 非常敬业 非常敬业 因为不管怎么说现在是职业选手嘛 就除了是你的一个 兴趣爱好之外 也是也是一个职业 是一个工作啊 还是希望选手能打得认真一些 对还是希望选手能够更加的 认真职业一点吧 好 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再一次的进入到比赛之中 这边地图爪下方的120 还是一个狗六开 对上地图右上方的fly fly这边是这场选择的剑势 对 选择剑势 另外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是dk还是恐惧 还是恐惧 还是恐惧 其实我们在之前看环境联赛的时候 就看到了120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点上 确实还是有点这个问题的 就是他再去用去用到他最最擅长的打法的时候 他的操作已经不可能做到那么的完美 因为你平时这样的一个练习量以及比赛的强度啊 没有提上来啊 在关键时候想要用出来的时候 可能就不一定那么的尊心所欲 可能就不会做的那么的完美 再看 嗯 这局是换了一个剑剑 他可能刚才是也是因为就是 恐惧睡眠一个先知 他的一个走位也不算特别好 所以他这局换了个剑剑 是的 当然在我们看我们直播同时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这个CC大师大师赛 在每个月都会有月赛 每个月都会有月赛 除了这个下个月 一月份的这个升级啊 会休赛一个月之外 其他都会有我们的月赛 这边的话还是一个恐惧开矿 恐惧开矿 天生这边是练到了指环之后 然后卖掉了 卖掉了回程 马上要高和加速 赶紧的一个过来 是的 这场的话 对于弗拉来说 肯定要去你的封锅走一波的 他已经已经 对 就是已经足定一点 我估计啊 弗拉心理想 心理想的是 我估计 弗拉心理想的是 我估计弗拉心理还是会完整 就这边直接过来了 哈哈 他可能觉得 不过这边还是很客气 没有第一时间去生化 没有第一时间去封锅 他是先去抢一个数目 这边细节啊 这些受制器做的很刀 这个数目就是能让他不放技能 这个放不放技能 影响很大 看到了恐惧 但是这个想为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因为这边有个剑圣 可以不停地打醒了 而且剑圣本身不怕被你围 这很关键的一点 对 这边的话剑圣直接去到这个分框 你也是知道剑圣在旁边啊 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造这个矿盖 因为你造了矿盖 肯定要被对方退的 所以我现在干脆我先不造 我先等你的疾风步啊 用了差不多以后再造 虽然我在开框晚 慢一点啊 但是至少我们造出来 稳一点 对 这边的话有粉 可以考虑把粉撒了以后 把这个矿盖造了 好 诶 这边的话看一下 这个矿盖直接造了 而且这波是围住的剑圣 剑圣没有办法去 剑圣有点危险了 有点危险了 马上病拿好了以后 对 可能要开加速跑了 不开加速 再睡一下要死了 很危险 感觉要死了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给催眠啊 给催眠啊 诶 有 但是这个催眠啊 就不一定能杀这 很少了 这个有粉能杀 这个 这个摊啊 真的是非常不应该啊 他就是想把这个矿盖子打掉 但是其实 身上有 人家身上有粉 别人是有催催眠 有这个冰塔 真的有点不应该 呃 至少这个比乎上 看到了这个魔兽的两天 他就来射箱 就是要还能玩 只要 再也能过自场 你就看吧 自场 希望他今天完成自己的比赛 就不要再有感 对 接下来 就看伏拉的比赛 就我们会经常有一种想法 这个不摊就玩不了 真的就是 当时这个 这个我们 就是 其他一些选手啊 或者 就是 经常开比赛的一些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些人 看妙子 或者朋友 但是他有时 他就是这样 他认为可以极限一下 可以极限一下 但是 每次这种想法 都要把建设送了 真的是 不摊就玩不了 他的这个贪贼 看是什么英雄 好 这边的话 好 剑圣 我们看一下复活之后 是选择练这个 国用兵 那这样的话 呃 今天这个 撤入二本之后啊 是选择了一个小爱 是一个BBT的一个 二本推进的一个思路 但是这一场啊 你看到这个恐惧的等级 还是很高的 因为前期的压力 把你剑圣杀了以后 前期还是有足够的一个 喘息空间 也是比较早的剑圣杀 也是买了一个绿皮 但是这场的恐惧 还是没有去学这个冲击波啊 呃 还是学了这个 气息光环 就说起来气息光环啊 跟近战单位很适配的 你的狗狗的英雄啊 都能起一个很好的气血 但是有些时候实际用的时候啊 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这一样是很多时候 他在冲击波来得跟他实在 尤其防守的时候啊 给出三个波之后 可能对方的不得以前血了 就只能撤退 我 有时候是有时候 在中期的时候 买一个同搜之猪 然后 对 对 中期买同搜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但是 有时候就怕这个 打不到中期啊 别人已经杀过来了 也不到这样一个空间 对 哎呀这边哭了补刀 补刀了吗 刚才好像补刀了 好像是补刀了 这边剑圣的话 就要小心一点哦 对 恐惧是 这里是找到了对方的大部队 这个剑圣要小心啊 只有一次击风波啊 只有一次击风波 呃 真 还是要谈一下 还是要谈一下 这边的话是冰糖没有手动 点这个剑圣 这边 这个剑圣难道还想补这个绿皮吗 算了吧 可能算了吧 可能看着口具没有在家 哇这这块肉啊 他他永远是放不下 这个放不下 看了半天想想算算算算算 忍住忍住 忍住忍住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乌兰的这个心态 恐惧现在等一个 忍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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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波的话,其实可以考虑撤一下,因为对方就有一个狼琪跟小卫的妖宿本身的控制并不多,你想跑问题也不是很大的 你如果这一波要跟对方去钢一波正面啊,可能就不是两次狐狸,他就不太大 好,这边的话,风矿是有这个弹幕地,以及有两根塔,这波的话是二本开矿以后的一个压制,但是这场120打的就很沉稳啊,挂机,关键是挂机,我不需要做任何事,挂机就OK的事,何必要打那么复杂 上一局的经验告诉他,催眠不如冲击过来的实在,对,催眠这个技能在有些时候还是真的神技能,这也是一个上下线浮动极高极差的一个技能,但是很多时候他又是一个非常废话 因为很随时都可以被点醒,其实就是稍微能会打一点的,知道这个催眠可以点醒的,会把用远形的或者座位的单位点醒一下,所以你的一个 恐惧,我们看看这一波的恐惧,不过这边恐惧很重啊,再来个冲击波,哇,这波冲击波上来,恐惧这边是有加6防的,根本死不掉,而且还本上有鸡血,自己的恐惧,这波弗乱太上途了吧,我们看一下这个剑势,给一个云妖波,冲击波这个效果感受一下,还是非常强劲的,但是没有一个战损,就有消耗,对于这个弗乱来说,下面就要面对对方的, 八十人口啊,或者七十人口的夸口,大局,深深的这个是不是鬼的,马上就要了, 诶,再一个松击波,哇,不来这边,医疗波赶紧给,这边是打到死亡基础,没有打到这个关键性的,呃,加约棒, 这边的近身很危险,有没有,好,没有损,刚刚把眼睛给,再上阵了,就可以弄掉了,好,这边的话,小爱这边再去商店里面购乡,小爱目前暂时是没膜的,要先撤一下了,另外边三门已经完工,这边再生狂狗,我求,并没有买,并没有买,呃,不就这个东西啊,说实在还是值得一买的,值得一买,那性价边是很高的,嗯,这边的话是双BB的冰龙池,冰龙池, 但是弗莱的剑身会不会进来看一眼,这一眼很关键,应该是没看见,应该是没看见这个双BB的冰龙池,如果能看到啊,早一点,这边弗莱在升级尖刺啊,这个尖刺一直很简单,我已经预测你要来手势鬼子了,但是可惜的是,这一手的硬针队啊,其实是,呃,是一个麻烦摸箱的一个情况,他其实并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,只是在预测,而对方可能会是这样,但是 但是其实别人走的是一个冰龙,啊,冰龙,在家里憋一波,然后加上你刚好由拳手而退,这一波的话,恐惧是来到对方疯狂,想去拨一下,但是,呃,其实也不好杀,啊,有个地洞,而且这波还要小心一点啊,小心被对方逮到,影子是开一下,这边是,直接一个冲击波以后直接,哎,小心,啊, 哎呀,这个真的是,呃,我只能说魔术许强啊,你真的有点稀啊,这个,你这波的意义在哪里,这波的意义在哪里,对,你过来放一波,然后,或者这么大一个风险,这个,就,就有点,你做了一个零收益的事情,但是你要付出巨大的风险,这个是真的,呃,有点想不通,对,有点想不通,他们的这个思维啊, 对,这边的话,冰农池,啊,我们看一下另外一边是起了双B,啊,那也要走飞龙,呃,其实这个,在这个对抗之中,一个冰农的克制啊,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,就是一般来说,我们会说这个,飞龙是, 可,可这个狗啊,或者是,打毁灭啊,比如说,别人暴鬼人一用,都是ok的,但是如果是打这个,呃,暴,冰农的,一般我们是建议要,这个,毒飞龙才是比较正常的,本身飞龙是不算特别是冰农的,但是毒飞龙就比较正常的,一定要,一定要带一下。 现在在升级,呃,宝雷,可能三分之后是会升级一个毒飞龙。 好,这边的话,孔雷,这边到武器,呃,目前的话,八神口马上就要升行,目前我们看到,这四条冰农出来以后,啊,是一波非常好的探命点,而且这边还是补了一些天轨,我们看到这个冰农目前是一攻两防,一攻两防攻防,提到是比较高的。 我们在这边,我身后选择了一波冲击,这波要回手的,要回手的,要回手的,要手一下的。 能换吗?能换。 这波,这波,这波换啊,没必要吧,没必要吧,一换是给对方机会啊,恐惧这边是有回神还行,但是要第一时间回啊,要第一时间回,这边有DK还行。 但是单纯就来了。 这波,要你可以考虑反打,这边是要强杀恐惧吗?这个加速开的骗自己了。 你这是,也有点对这个局势啊,有点太高估计。 我希望能不能被恐惧收割。 好,这边是冰农。 哦,这剩小冰冰,要不要。 诶,这个时候冰冰数量怎么那么少啊? 冰冰在后面。 冰冰拉扯了一下。 这边有三级波的,直接魔瓶吃掉,一波给仗。 这边的话,我们看一下,有回神的,对方就回。 那这波,本来要多一下野兽。 因为,他需要把对方的进攻角度缓下来。 所以这波可以死点单位,所以就要多一下野兽。 然后给到自己一个足够的暴兵空间。 这边是选择了双逼的自暴,去应对对方的攻击。 好,暂时的话,是有点卡人口。 10这边的话,暂时是冰冰了。 但是10这个局面啊,如果你是选择这样的一个,呃,不去打这波timing点啊。 等一会儿,真的打过对方的这个程序。 对。 就蝙蝠这个东西最空。 本身来说,他没有说他克制你。 但是,又有一个另外一个话题,就是他克制所有的攻击。 为什么呢?就是只要他有钱,他抱得起,已经能克制所有的冰冰。 而这个局,对。 而这个局,其实Fly这边很有钱,攒了2500块。 可以轻航爆到一队,甚至两队的一个自暴。 强行的给你换。 现在120很强烈。 然后现在要考虑一手女妖了,真的要考虑一手女妖。 要女妖的反魔盾。 反魔盾是可以抵消这个自暴的伤害的。 这边是强行的过来。 给发C,好的。 对,两方。 D在面对自暴的时候,有一手黑科技。 就是这个女妖的反魔盾。 因为这个反魔盾,它是可以抵消自暴的伤害的。 这样的话,本来你,呃,比如说你抱一个冰龙,需要六个自暴,或者五个自暴。 因为确实需要很多,但是反魔盾需要很多。 但是如果你有了反魔盾以后,可能还要再需要再多两个自暴才能够。 所以,嗯,其实在这个,如果有了这一手以后,应该是放不动的。 目前的话,在升三房,三房升起来以后,呃,确实不怎么暴的动啊。 可以了。这个时候,估计他觉得转女妖,一定来的。 但是因为最快的,可能是买个群骨群房,再升进一个空房。 呃,他在等三房。 其实这个女妖真的可以考虑转一下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他挂截了很久了。 挂截了很久了。 好,这边的话,可以爆掉一个石像鬼。 我们看到冰龙数量啊,六只冰龙,这都是真的。 好,五只吧。没有翻箱。 五只冰龙。 好,这里的话,冰龙这边是绕了一圈,来到对方的主矿。 但是主矿这边是3b1的一个自暴。 我们看一下自暴的数量啊,自暴数量。 现在的话是5个,等会有3个就是8个自暴。 诶,这里的话,冰龙这边并没有散开。 而且冰龙这里是有群房吗?没有群房。 这波的话,我再召第4个b1了。 要回城,回城之前要不要爆呢?爆掉了一只冰龙。 这波的话,出来这边。人口,这个自暴打这个空军啊,一个特别舒服的。 就是我一波爆完之后,我刚好人口很容易就降到50以上。 这边4b1啊,还是没有考虑出这个,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转型吧,有没有转型。 还是没有转型啊,暂时似乎没有看见转型。 没有去转型任何其他的兵种。 这场是看一下这个空军谁更强。 这边的话,我们看一下,回来这边也是在地图的中间啊,空场。 防止被对方偷。 对,散发炼金。 因为这个炼金减防之后,自暴的伤害会增加的。 所以这个炼金在自暴对抗这个其他空军的时候也是非常有用的。 他就是看到你冰龙有三宝。 那这里的话是没有车啊,我们看到这个冰龙其实没法去加血。 腹地虽然可以回啊,但是这个这个冰的血量这么厚,回的真的是有点慢啊。 这边看要不要考虑单练一个炼金到一个三级。 两级的减防。 呃,自暴的伤害能高很多。 这边的话,宝水来到一个魔牌。 70人口的Fly。 对,这边70人口,打到97人口的120。 一个冲击波,哇,打空了,打空了,完全的空了。 打空了,完全的空了。 他应该也是蝙蝠走位。 这边再出两个冰龙,直接99人口了。 狗这边再拖上100人口的一波团战。 100人口的一波团战。 另外一边,我们看一下Fly的人口啊。 70,暂时的话,有没有新的地龙在造呢? 呃,在造,70人口马上爆发死。 好的,这边要开始爆8神口的一个冲击波。 一个冲击波给过。 但是一个冲击波,别人也有这个加血可以抵消的。 呃,他还是这一次是买了群黄。 诶,这个狼奇出的。 就往这个冰龙,我认为是0分啊。 这个网的怎么爆呢? 再一波看一下,自暴要不要上。 给个冲击波,要上了,要上了。 来了,前方挺起来。 哇,我看一下这个网的效果。 全部爆光了吗? 爆光了,爆光了,爆光了。 哎,这个看来,这个对抗啊。 呃,在自暴面前。 这一波,看下只剩两个。 我看下只剩两个。 我看下只剩两个。 先爆一下。 先爆一下,也爆掉。 要不要爆了。 我直接把他爆掉。 我去爆。 没看见吗? 这个小两个没看见吗? 好,爆掉了。 前面的话,呃,是没有电球的。 这个有点不应该啊。 然后,一波看起来,这个fly这边竟然没有电球。 但是这波经验值很臭啊。 哇,电击已经三级了。 已经三级了。 然后,我们看一下统织统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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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DK,给发C,好的。 这波fly虽然人口降了也很多,但是120是整整降了50多人口。 这波120这个团战啊,首先他的,呃,他是一个纯的,就是在拼一个面板数据。 他并没有去分散一下自己的一个,并没有那么危险。 然后,而且自己都是很危险。 好,还是要撤一下。 而且这场,说实话,就真要去空军对抗啊。 如果这个后面啊,你少出一条冰龙。 你可能能出四个女妖。 这四个女妖,甚至只要三个女妖。 你可以把整个部队全部加上这个绿罩子。 加上这个绿罩子以后,整个肉度是要上升一个很高的一个级别的。 这一波打完之后,120是斩了半尖的东西。 瞬间,全部没了。灰飞夜眠啊,灰飞夜眠。 那变成了啊,天顺他脚外的等级了吗? 是的。 好,这样的话,直接是一个三框。 私逼,这里的话可以考虑转这个飞龙了。 其实,这个时候的UD空军不多之后啊。 其实也不,已经没有必要太过于的出这个自爆了。 可以考虑出点飞龙。 打一个更高的战士。 再继续再爆冰龙。 120这边是已经是铁头弓了。 反正也没什么,呃,没什么冰可以出了。 所以这边也只能硬的爆。 我们看到刚才这波打完啊,这个恐惧居然都没到六级。 你可见他基本没怎么杀兵。 就是,这边PK的话可能等于是生了一遍。 有冰冻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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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冰冻就差不多了。 十爆过来。 抱起来。 好的。 绿这波能不能混到六级啊? 这边困了啊。 可能这边的脚歪到你,可能是非常优秀。 是,现在已经快六级了。 下一个十爆,六级剑盛。 赚起来。 要不要,站起来。 给8C,这恐惧冰冰冰的逃命。 好,直接转起来,不给机会。 不给机会。 好的。 接近我们也是恭喜Fly这边是2比0战士的120。 应该说120这场的前击开矿啊,应该比第一场要成功很多。 他是前击杀了Fly的剑盛。 剑盛也是真的非常Fly式的阵亡啊。 这样的话,前击阵亡的剑盛之后,基本上是无伤的开出了自己的分矿。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局势。 但是为什么在后面这个出兵方向上面啊? 其实出冰农我认为也没什么问题。 但是没有去给他配一手这个关键性的女妖, 这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尴尬的一件事。 你甚至可以夸张一点, 女妖加乌妖都可以。 女妖的这个仿魔盾配乌妖的这个冰甲。 冰甲。 对,冰甲本身是加防的, 能给到这个冰农很高的一个肉度。 你可能那样的话,一个冰农, 你甚至需要7到8个纸宝才能抱得动。 现在的话, 并且在最后部团战我们也是看到一点, 一个在操作上面基本是零操作, 他没有去分散一下自己的冰农, 而是让对方直接拒对以后, 给对方是炸了一个满伤害。 这样的话, 我们也是看到最后部团战确实就是一边倒了。 但是这个对抗在我看来, 真要这样打, 应该还是有一个其他的一些冰农搭配的一个方案。 但是120这边在最后也是并没有去找, 去给到这样的一个方案。 这样的话, 也最终输掉了比赛。 弗兰也是2比0成功的击败, 120之后挺进了4强, 并且4强的对手是Happy, 这应该是第一次大赛之中面对Happy。 应该说是15年之后的大赛之中, 可能在之前, Happy在之前的10年左右的那段时间是跟弗兰有打过, 但是当时基本上打弗兰还是比较吃力。 但是这一次, 这一次的这个交亢, 对抗应该是近期两人的第一次对抗。 真的是非常值得, 值得去期待一下。 我们这边也是, 稍微休息一会儿, 等会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场BU3的一个对抗。